國姓鄉大齊村扶齊鄉野溪 因年久失修導致排水不良 且野溪兩旁硬無設置搏砍 大水沖刷就會導致土石流失 之前縣長林明貞以及縣議員林芳宇 特別也到現場會看 在會看後 縣長也允諾補助經費金屬來改善現況 保護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像以前的議長頭都崩起來 因為這也沒關係來做提防 還給它保護 後面我們住在面前的房子 空間的非常危險 今天我們來馬文進立委 林芳宇議員 還有邱代表特別關心 請我來實在檢查 經過大家來現場看 大家認定說這非常危險 不急做不可以 所以這條經費差不多要將近100萬 所以我認定說這件要做的 我們要先把它做 我們要先反應有需要的 政府趕快來做 來保護他們的財產的安全 縣議員林芳宇表示 搭起春福奇象野溪 防汛期時水量相當的大 協兩岸未設置博侃 也造成當地農民土石的流失 並且也維持臨近野溪兩旁防射的安全 感謝縣長能夠關心民眾需求 同意改善這條野溪 也希望相關單位儘速來改善 確保民眾在汛期來臨時 能夠更安全 在長年以來都是戶岸是沒有失射的 而且每次遇逢大水的時候 它的水量是相當流量是相當的大 這兩邊除了住戶之外 還有我們的一些耕座地 所以說希望說經過地方的陳情 其實縣長很體恤民意 很體恤民心 在第一時間就趕緊來會看 希望說在防汛期之前 能夠完成這一條野溪的這個護岸工程 副議長潘毅全肯定林縣長以及縣府團隊的用心 也希望相關單位能夠儘速來進行規劃以及改善工作 保障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記者陳偉一國新鄉採訪報導 第四條野溪的 所以說明這次我會不會再次輪到 第二條野溪的